首先呢 長得非常非常好看 只是光看他的臉 就覺得很開心了 被評審Coco大讚長得帥 不過現在卻傳出 敖犬惡意違約 惹怒老闆曾志偉 這是個很特別的地方 跟我想的不一樣 Lollipop F遭到唱片公司冷凍 兩年沒發片 去年遇到曾志偉 開心換新東家 公司發生的事情呢 導致我們非常的無奈 是想衝但卻沒有人要幫忙 我們做這件事情 所以這時候出現了一個 志偉哥 言由在爾旦周刊爆料 和曾志偉簽約後 熬犬陸續拒接13個工作 讓公司少賺了5000多萬元 還私下截拍電影 雖然已經和曾志偉簽約 但微博上聯絡人Nancy 卻是她的媽媽 經紀公司多次請她更改 她卻置之不理 公司發出聲明稿 強調和偶犬的合約到2018年 但偶犬惡意拒絕公司安排的工作 還禁告所有經紀公司 影視公司切勿自行 和偶犬簽約 周刊還報導 偶犬上個月爆料 公司有讓他無法信任的 不誠實行為 不然與財務有關才提出解約 此舉讓曾志偉更火大 現在不但要告偶犬違約 還要求償1000萬元 另外再告偶犬損害公司商譽 記者台北綜合報導